就不容易忘記了 然後呢 理論上是應該 整理當成你的作業 但是我會下樓一下嗎 可以啊 你拿個 這個 總編很膩 運動學大概會講完喔 運動學的部分 好 你是不是會做到力與運動 哪個 力與運動 我已經看到力與運動 這樣 接下來我們把運動學 運動學跟力與運動的 這個降度比較平衡之後 前面我們知道 速度加速度的關係 這邊要討論的是 加速度怎麼來的 加速度怎麼來的 有力就會有加速度 有力就會有加速度 所以其實我們在觀察的現象說 什麼情況之下你觀察到力 對不對 等一下 速度改變 或者是說 當有時候我們看到是 當你假設這是一個 這個 我去改變它形狀 是不是需要施力 在形變 對不對 所以力的作用 力的效果 我們的力 產生的效果 有哪幾種 第一種 是形變 是不是 破壞 形狀改變 第二種是破壞 接下來呢 運動方向改變 運動方向改變 還有呢 運動速度改變 速度跟方向不一定 它可以是同方向跟大橋改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 我們總結以後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運動狀態改變 運動狀態改變 有受力 它被破壞了 有受力 它的形狀改變了 有受力 這三種狀況 是 這第三個有預期過的情緒 OK很好 然後什麼 一邊邊 好 一邊邊 我們有看過 好 那你們看過那目前為止有問題是吧 來 舉手 好 先不用講 符合定律這麼簡單 你把它結束掉 我們先從公式簡單的解釋 你看到一個公式嘛 對不對 F等於K Δx 什麼意思呢 誰可以解釋從數位導致看 我還在哪 第一算之一式 然後我們用數學的角度 用數學的角度 從數學角度來解釋是什麼 不知道 例等於 彈力常數的大量 看過 常數的變化 OK 好 簡單來講是這樣解釋的錯 但是我們從數學大的角度來看的話 另外的角度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F正等於Δx 對不對 你從這個 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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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來看 你怎麼可以畫出來呢 假的 所以我們很多標示Δx 這是F 但是這個組怎麼畫 這組怎麼畫 F等於kΔx 通常你要有概念喔 寫K 這個K是不是變化量 K不是變化量 K是個定值喔 K是個常數喔 K是個常數 所以K這個值通常是不變的 K是個常數 所以我們只會看 F跟X的變化關係 我會是有一個左上右下 右下 不通過 遠點 無線 所以它是左上右下 這樣子嗎 不通過遠點 左上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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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過 遠點 不通過遠點 所以是這樣子 的無線 這樣對嗎 的無線 無線喔 不通過遠點 無線啊 那要不是無線 那這個無線 無線的話 是什麼樣的無線 是這樣的無線呢 還是這樣的無線 你有無線就要講過耶 對啊 無線不要講過 是向上開口 向下開口 向上開口 向上開口 這樣對嗎 對不對 最簡單的驗證方法怎麼辦 帶幾個點 你知道嗎 帶 標達x等於b F沒多少 C 1 一定有通過遠點 好 標達x等於1 F等到 K K 沒問題 2 右上 左下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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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不可以畫線啊 對不對 我這個 我這個 我現在講的都是數學喔 所以 不要 我還是再講一秒 你在看個結果 不要直接用 用過去的記憶去做判斷 你要稍微推論一下 用最簡單的就是用方法去推論 所以我們來看 0點 通過0點 1的時候 通過一個K 2的時候 通過兩個K 所以什麼線 直線 一直線 有沒有通過院鏈 有通過院鏈直線 有問題 這種問題 就這麼簡單 這數學腳步來看這個事情 我到前面講都沒有講物理喔 這個數學腳步要看這個事情 你看那個方程式 你不要思考 這個方程式到底給我了什麼感覺 它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如果告訴你說 對不對加那個C呢 這方程式會變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加C 加C之後 這竹筋會變怎麼樣 上面 加我原來的水 蛤 加C就變你營養了 那如果加C就變你營養了 加C加你營養 怎麼樣 不通過原點 所以它怎麼樣 怎麼樣 往右或是 它可能往上或往下 往上或往下 不是往右或往左 是往上或往下 蛤 如果都是這樣子 可不可以 這個結局就是什麼 C嘛 對不對 代0的時候 可能是C啊 代1的時候什麼 K加C啊 代2的時候 LK加C啊 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嗎 蛤 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嗎 K加C就是K加C 好 這問題 所以它只是位移的位置 它每個點都位移的C對不對 每個點都位移的C 好 好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了吧 OK 好 所以從這個地方簡單來看 它就是一個數學而已 但是從數學的角度 你能不能去跟你的物理做結合 就是 就是 你看 這個彈簧 當它沒有掛東西的時候呢 它長度 如果是C YES 我現在掛的東西 1公分 讓它增長1公分 我發現 我需要 需要3克的把碼 我要生長2公分 我要生長2公分 我發現 我有6克的把碼 可以讓它生長2公分 嗯 嗯 好 我掛了 不知道多少 再掛了 掛了 12克 我生長多少 就生長2公分 這2公分是我全部2公分 那全部4公分 嗯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這個生長量 是要從我的重量成正比 那這個重量其實就是 地性力給的 對不對 地性力給的拉力 對 地性力給的拉力 所以我的力 是正比於 我的生長量 嗯 只要是正比於生長量的 我們就可以寫成 F 等於 K LX 假設這邊還有固定長度 我可以再加C 這C只是一個長度而已 那問題 這個東西就是代表它從原點出發的一個 直線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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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就是什麼 這東西就是什麼 你說 你從KLX加C F等於KLX 怎麼樣 可是你沒有施力的東西 有時候它還在C 所以你的 不是零的時候 你這個算式都會不錯 噢 不能把它加C啊 不能加C 那怎麼樣 是減C X減C 這樣就不能丟打了 就不能丟打 x減C x減C 那邊 好 就x減C 好 那這就是Delta 這就是Delta 假Delta x減C 對 x減C 這個 他就有他們的細胞 發現細胞 他會不會忍耗 在那個年代 很多人都是 很多的能力 他們的能力就是 做很多事情 又會觀察生物 又會做物理的解釋 又會做數學家 吳哥 不會這個 很好的數學家 吳哥定律 對 好 所以吳哥他發現了 他觀察彈簧 他發現了這個 這個式子 所以他就 這個我們就叫吳哥定律 那吳哥定律 就平常生活上做什麼事情 通常跟他不會人家幹嘛 量重量 對 量重量 就是拿量重量 因為他就變成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都是可以預測的 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可以預測的 假設這個是我的實驗值 這個是我的實驗值 這中間的過程 都是可預測的 可預測的跑出什麼 假設啊 我放平方法的話 他身長量是0 對不對 假設我放這個 1000克的時候 我身長量是 10公分 好 那我就可以知道 0到10公分之間 都是可以預測的 假設我再掛個砝碼上去 我的身長量是 3.7公分 需要是幾克 340 370克 這沒問題吧 對啊 沒有 假設我掛個東西上去是 11公分 11公分 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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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就 多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嘛 說個知道的結果吧 110嗎 110 不是喔 110更小啦 最大的是111耶 111是那種類的 不是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怎麼樣 大於等於1100 大於 大於等於1100 是嗎 大於等於1100 對 大於等於1100嗎 大於等於1100 大於等於1000 大於等於1000 我覺得比較合理喔 是不是大於等於1100 我不知道 但是大於等於1000 一定對的喔 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但這東西已經不可預測了 你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已經不可預測了 所以是沒有異議的 所以剛好在用糖王證 不會讓他overloading 因為你overload的時候呢 就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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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1000 那等於1100 對 那等於 等於回來喔 不會等你喔 就大於1000 會讓你不會回來啊 不一定回來 不一定回來 他換掉他也不會讓他 那是不一定 你overload不一定會回來啦 有可能會回來 可是他剛剛就可能1000 可是不可能1000啊 你的瘋狂已經拉到垂子了 那你才可以再變更長 那他斷掉 他斷掉 他撐不住就會斷掉 還是會喔 他會變成正常喔 對啊 他剛剛說他會維持 就是你給他加上那個 他不會變成 他事實上是會了 他會慢慢的延長 他有延長延展性 對啊 他要是超過延展性 他就斷掉了 所以你不會看到 看到維持一樣的 你不會看到斷掉 這是一邊施有一邊晃 好 所以這五顆粒粒的 大概的基本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講說 彭皇是用來測量力的 那我們 我們問一個問題啊 這個是我們經常性的 會不見得知道的概念 就是不容易去 事變不容易去研究 一公斤 五棉花 一公斤的重法還比較重 一公斤重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重力 一個是重量 一公斤重就是這樣寫法 一公斤重 所以叫做一公斤 這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力 哪一個是力 公斤重是力 這是力 那你問誰是單位 那種 不是 是量子啊 什麼量子 質量 質量 這叫質量 插嘴要舉手 你都說錯了 你還可以解釋一下嗎 質量 你都知道質量嗎 那你哥怎麼去負面一樣 這叫做質量 他剛剛有手裝過耶 一個是質量 一個是力 知道什麼不一樣嗎 我做什麼不一樣 知道什麼不一樣嗎 一個進了一個洞門 嗯 哈哈 不是啊 修一張邊條圍 這一個 現在是100克 質量是100克 其實他在這邊也有力 對我的手來講 他有100克重的力 有 好果 好果啊 你說的是包含紙盒是100克 真的嗎 對對對 包含紙盒 因為我已經喝了一遍了 我已經喝了以後 假設它是100克 現在飲料加紙盒 質量是100克 我手上感受到 他對我試了100克重的力 像是動態還是靜態 動 都是靜態嘛 都是靜態嘛 哪有動態 哪有動態 我這樣拉著它有動態嗎 沒有動態 都是靜態 所以它 具有100克的質量 這時候呢 我的手感受到100克的重量 嘿 這樣子呢 你要差別嗎 我現在人到外太公去了 我的人在外太公平洞了 我手旁邊都沒有任何地球 沒有任何的行星 有任何的引力影響 這時候一樣拿著這杯水 我感受到它 質量是多少 100克 重量是 0 拘禁於0 然後所以你的 重量是的話 它會比較像核心 所以它打到你 它可能會打到我腳上 因為既然它沒有重量 它不會往下掉 那我問你是不是 現在 現在 對 它打到我腳 沒有 它會先倒 它不是100克的重的力 因為它有加速的關係 所以它後面有不一樣的力的結果 那我們 做粗速是100克 粗速有第一半 粗速是100克 然後乘上那個重力 錯 粗速是每秒 每秒 粗速是0 粗速是0 那它加速是每秒 9.8 公式 粗速0 對吧 粗速是0啊 它是動的狀態 你看 這個東西要落下 粗速多少 0 STOP 這樣東西是嗎 所以 實力啊 它這個力量會不太一樣 它這個重量的東西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來 不要差很多 所以 所以 就是 你 就是 雖然 前一遍做了一個實驗 可是 我還是覺得 什麼比較重的東西 它應該會 會比較大的動能先掉下去 會比較大的什麼 動能先掉下去 會比較大的動能先掉下去 會比較大的動能先掉下去 這件事情 這樣說吧 它就會比較大 像它動的怎麼來 一開始我要放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準備預備 放 還沒放之前 再我手 我看這裡是阿拉 動能是多少 沒有 我從事都比較大的動能讓它掉下去 因為它比較重 它比較重 它是現在 你的縮法有問題 你要試一下 你還沒縮法 你不會說 它有比較大的動能讓它做下去 它沒有縮法 它有比較大的重量 它比較大的重量 我們可以縮一下 我要睡著 太厲害了